我們今天要上的東西叫做颱風 我們要上的東西叫颱風 颱風會考的東西 重要的東西 我們全面全部通通都教過了 這邊只是因為要教天然災害 颱風拿出來再稍微帶一下而已 重要的全部教過了 好 第一個 前面教了 台灣的颱風季節什麼時候 下秋兩季很好 颱風帶來災害主要就是強風豪雨暴潮 強會刮大風 各位在台灣活這麼久都知道 颱風來說會刮大風 颱風架的放架標準也是風夠大才會放架 風吹大了把電線桿吹斷了 樹吹倒了把招牌吹掉了 就造成一些災害 除了會刮大風還會下大雨 還會下大雨 蠔雨嘛 下大雨就會造成什麼 就會鬧水災啊 山洪爆發啊 就會有土石流啊 就會有土石流啊 除了強風蠔雨還有暴潮 暴潮就是潮水水會升的特別高 叫做暴潮 一個原因是因為風吹的 一個原因是因為它低氣壓會把水吸上來 所以會使得海水會升的特高 因為海水會升的特高所以就特別會容易造成海水倒灌 就是颱風的兩三個主要災害 強風蠔雨爆炒 接下來就是我們前面教過考試會考 第一個颱風來襲的時候什麼樣的地方因為地形抬升 氣溫下降 水氣凝結 特別容易降雨 雨量特大 我們前面教什麼 三個字 迎風面 很好 迎風面 雨勢特別大 考試就考一個台灣一個颱風問你哪裡雨勢大 迎風面雨勢大 要記得颱風低氣壓是逆時中轉 下一個也是會考有教過的 颱風進入台灣海峽經常引進旺盛的什麼東西帶來好雨 西南氣流 Very good 你是旺盛的西南氣流 所以帶來好大雨 帶來好大雨 OK 這兩個都會考 都是以前教過的 都會考 都是以前教過的 OK嗎 好 這是一些其他的話了 告訴你說颱風警報發布了 漁船要回港 漁民都會回港 下一個 要避免登山及水上活動減少外出 告訴你不要去 就不要去 不要你還要飛要去 然後到了山上下不來 還要去救你 派個職員把你救下來 浪費社會資源 台灣同胞日子過太好 都不懂得要珍惜 來 我的同學在美國 臉書貼了一個文章 都寫英文 我沒有看 但是我知道他是跟社會資源有關 底下他的朋友留個話 德國出去外面玩 家裡的警報器響了 警察來 進去把警報器關掉 他收到一張40歐元的帳單 大概1600多塊台幣吧 1600多塊台幣 開那個門 我朋友回他說 你不錯了 我在美國生病 叫了救護車800美金 800美金 救護車800美金 他後面又寫了 你們德國警察算溫柔的 要是我們美國警察 把你們家門打破 進去看看有沒有事 壞掉的門 自己花錢修 就是阿瑪里卡 也是美國 台灣有些同胞 把救護車當小黃用 800美金 24000塊台幣 你當小黃用吧 那我想我用 不懂得珍惜社會資源 不要去 就不要去 叫你不要去 就不要去 好吧 海邊 什麼滴蛙 要注意會不會淹水 海水倒灌什麼之類的 排風來襲 招牌固定好 該鎖的鎖 該緊的緊 蓋綁的綁弄好 免得要飛來飛去打到人 什麼什麼之類的 排水溝疏通 免得要噴噴排水 巴拉巴拉之類的 OK 簡單 好 行水區 行水區就是要讓水走 平常寬寬的一條河道 只有中間一條小小的有水 旁邊都沒水 那個是準備淹水的時候讓水走 叫行水區 不適合放任何東西在上面 免得妨礙行水 可是我們的台灣同胞就很節儉 他在那邊空一塊地 好可惜 好浪費 開墾成菜園 種菜 這還不錯的 建個籃球場 放個貨櫃屋啊 很誇張 那都是不對的 那都是不對的 OK 台北市有所謂的題外停車場 題房外面的停車場 颱風來的時候 就會告訴大家說 趕快把車開走 他把水門關起來 關起來就變成題房 外面就會淹水 有一些大哥就死都不開 以前就拖走 開個拖掉費 一千多塊錢 後來台北市政府火了 以後這種 通通用違反水利法 妨礙行水 罰個一兩萬還兩三萬嘛 用萬來算 看你開還是不開 看你開還是不開 妨礙行水 然後呢 行水區不適合放任何東西 要空著 讓水可以走 讓他水可以走 下面什麼來襲的時候 較高出 這個台灣人現在有經驗 古時候沒經驗 出了一些問子 颱風警報發布 開車回家 停到地下停車場 上樓睡覺 一早上起來 水變成 車子變成泡水車 地下室淹水 淹過幾次就知道了 水往低處流 車子不可以停到地下停車場 除非你們家的地下停車場門口 有個擋水閘門 可以幫你把水給擋住 就不要停下去 那裡會淹水 就變泡水車 台北市政府也體恤民情 所以現在颱風一來 警報發布 就告訴你 高架橋開放停車 你可以把車停在高架橋上面 颱風之後再把他開走 高架橋如果也淹起來 台北市大就沒了 所以就停在高架橋上面 所以 撤離 搬走 OK 這個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多少人 會用打電話去聽的 因為理論上 上網可以看到更多的資料 而且程度好的話 可以看看香港怎麼說 日本怎麼說 美國怎麼說 166 167 但是這一題 天母國中考過 這一題 天母國中考過 打什麼電話 聽 聽消息 166 167 166 167 這樣 最後是颱風 好 剛剛跟你講過了 颱風 會考的 通通都 教過了 把以前學過的 再複習一遍 再記住就可以了 就是它的內容 OK 請問有問題了嗎 沒有 忠告